山鸡 是一种具有观赏、药用和实用价值的特种群类 孤山鸡头顶的蚁毛是赤铜褐色 但有金属光 头顶两边各有一束毛角 脸部皮肤呈红色 颈部有白色紧环 胸部蚁毛青铜红色 嘴是灰白色 脚趾是灰色 有短距 母山鸡的头顶是米黄色 镜杂黑色色光纹 脸部是米黄色 颈部也是米黄色 嘴是灰色色 脚趾无距 母山鸡的体型比公山鸡小 体重也比公山鸡轻一些 生鸡的生命力极强 它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范围很广 在夏季 生鸡能耐32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在冬季 生鸡不怕零下35摄氏度的严寒 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 生鸡都可以安家落户 生殖和繁衍 生鸡的性情活泼 善意奔走 生鸡能一口气走出去80米远了 生鸡的食量很小 但是它的采食次数却很多 它非常激紧 可是它的胆子却很小 即使对于和它朝夕相处的 饲养馆人员给它喂料时 它也是非常激紧地保持着距离 生鸡的全身都是饱 生鸡肉营养丰富 各种维生素成分含量多 而且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上等美味 在各种真情野味中 生鸡肉算是比较好吃的了 常吃生鸡肉可以强身健体 延延益瘦 而且还可以使人聪明 生鸡肉还有明显的食疗作用 据本草纲目记载 吃生鸡肉能补中益气 只谢谢利己 除鱼篓 吃生鸡肉对皮膚下粒 产后下粒 消可饮水 肤账满 有一定的疗效 生鸡全身美观的蚁毛 可以制作精美的装饰品 美化人们的生活 就是因为生鸡是一种 经济价值很高的特种产类 因此 它是我国九富盛名的 出口创汇商品之一 随着人们对生鸡经济价值的 不断认识和开发 国内外对生鸡的需求量 也越来越大 但是 绝对依靠野生山鸡的存量 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 因此 鼓励人们人工饰养山鸡 这是我国新火计划批广的项目 也是农民朋友比较喜欢的 短平快制服项目 其市场情景非常广阔 近些年来 养殖山鸡的朋友越来越多 不少的养殖户 其养殖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随着商品山鸡出口量的增大 山鸡养殖业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因此 学习和掌握好山鸡的养殖技术 并在养殖过程中不断的总结养殖经验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 怎样才能养殖山鸡呢 养殖山鸡应当建成规模化的养殖场 养殖场的场址 最好是选择坐北朝南 环境僻静的地方 不要临心的养殖 因为山鸡同家鸡不一样 家鸡可以放到笼子里养 而养山鸡则必须给它准备活动的场地 因为山鸡具有好动的特性 不用它活动 它就长不好 就是养殖之山鸡也得给它准备活动场地 而养殖群也是给它准备活动场地 所以规模化养殖除了能充分利用养殖空间 还有利于对山鸡进行饲养管理 创造经济效益 山鸡的棚设是敞篷式的 而不是封闭式的 因为山鸡夏天不怕高温 冬天不怕严寒 山鸡的鸡设能挡风雨 狼黄鼠狼就行了 棚设的墙壁可以用砖器 也可以用梯垒 顶棚用十年瓦棚住即可 棚设的高度掌握在两米高 社会面积按每平方米四只成年山鸡计算 可以因地质疑灵活掌握 在野生状态下 山鸡有在树枝树叉上生活的习惯 要在棚设里边用物条或竹片 为它做一些基架 基架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山鸡能够把粪垫拉到架桥底下 这样比较讲究卫生 山鸡的蚁毛就会发育良好 干净美观 而且还能减少山鸡的发病率 这条驴地的高度应掌握在一米左右 棚设建好以后 还要在它的前面建一个供它活动的场地 棚设和场地是连在一起的 棚设相当于山鸡的寝室 活动场地就相当于山鸡活动的院子 如果条件引起 场地应尽量大一些 以适应山鸡好动善飞的特性 为了避免山鸡跑出来造成损失 活动场地要用网子罩起来 山鸡不像家鸡那样听话 如果没有网子 它就会远走高飞 想抓都抓不住 网子用市场上销售的迷龙网叫好 这样的网子不但柔软有弹性 而且美观价格低 活动场地的地面上 再铺一层干净的沙子 铺沙子的目的 一是为了保持地面干净 滴水 在场地上不拧拧 再一点就是因为山鸡有吃沙子的习惯 吃沙子有助于消化 另外还要在地面上挖一个面积为两平方米 深三十公分左右的坑 坑里填上沙子 这是为了让山鸡洗澡用 我们把山鸡的这种特殊的洗澡叫做鲨鱼 山鸡通过鲨鱼可以洗掉身上的脏污和寄生虫 保持羽毛干净漂亮 因为山鸡对气候的适应性极强 所以山鸡棚树的建造 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没有多大的差异 养殖场进好以后 接下来就可以饮种 饮种既可以饮除山鸡 也可以饮成年山鸡 饮除山鸡的时间是在每年的三至八月份 因为这个时间是山鸡产淡和孵化的时间 饮种的除山鸡应当是从出壳到二十零左右的小山鸡 可以根据场地大小决定饮种山鸡的数量 像这个鸡就是十五天的鸡 你看那个眼睛比较透明的 而且这个毛 到这个十五天以后 这个毛就开始长成这种样子 就是正常的 如果说这个鸡的眼睛 就是说不是太明亮的 那所以它就是有毛病 不健康 再一个来说呢 羽毛如果是说不太光亮的 就是说有一种那种挺刺的 那个也是刺品 它就如果说跑起来不合格的 就是说不能的 就是说跟小鸡栽快玩了 那些小鸡 那都是不健康的 凝种除山鸡的好处是成本低 占用场地小 但是 饲养除山鸡 必须是在温度较高的 预除室里进行 另外 饲养除山鸡 比饲养成年山鸡 稍微费点事 各种技术要求较严格 饲养成年种山鸡就比较简单一些 饲养成年种山鸡的时间 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 饲养养种山鸡 十只为一组 每组种山鸡 两只公山鸡 八只母山鸡 成年种山鸡 引进后 直接放到饲养场里就可以了 引进成年种山鸡的时间 最好是在每年的春季 因为山鸡的产弹 具有季节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 在我国的南方 每年的三月份 山鸡就可以进入产弹期 北方由于气候较冷 四月份以后 也就进入产弹期了 山鸡进入产弹期后 从2%上升到50%的产弹量 只有10到14天的时间 在产弹期 母山鸡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一起产弹的 山鸡蛋的有效保质期 是7至10天 用这个时间的山鸡蛋 孵化的除山鸡质量好 如果用超过保质期的 山鸡蛋进行孵化 就不能保证 除山鸡的质量 因此 在山鸡进入产弹期后 养殖户一定要采取 有利措施 对山鸡蛋进行保存 不能让山鸡蛋 出现变质的情况 另外 对山鸡蛋要及时地 进行孵化 因为山鸡的产弹期 也是山鸡的孵化期 超过了山鸡的产弹期 也就等于 错过了山鸡的孵化机会 那么 如何对山鸡蛋 进行孵化呢 在人工孵化之前 先准备好 合格的孵化设备 人工规模化孵化山鸡 最好是采用 电热恒温强力通风孵化机 这种孵化机 是由电脑控制温度和湿度的 可以乘体量的孵化山鸡 也可以分体量的孵化山鸡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 用于家鸡孵化用的 各种型号的孵化机 都可以用于山鸡的人工孵化 孵化前 必须对山鸡蛋进行挑选 那么 挑选什么样的山鸡蛋 作为孵化用蛋呢 这应该掌握三个要领 一是选择健康无病的山鸡产的蛋 我们把这样的种蛋 叫做无病种蛋 或健康种蛋 应选择大小适中 蛋型规格比较一致 颜色比较协调的种蛋 做孵化蛋 蛋重一般为28.33克左右 种蛋的长度一般为42.93毫米左右 第三个要领 是不要用超过保存期的种蛋 不过小鸡的时候 超山鸡蛋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了这个种蛋 非常标准的一种种蛋 像这个山鸡蛋来说 是非常标准的 大小比较均匀 颜色来说绿色的 这个来复制的小鸡 就非常健康 而且也没什么 决定 如果说你要说挑一个 像这个这么小的蛋 它扶出来的鸡蛋 那就也扶不出来 成活力 即使扶出来了 也是一种残心 像这种鸡蛋 也扶出来 可以正常的 可以大到百分之八十八 至九十左右吧 像这个根本上 就是扶不出来 这两个蛋 大小的是不一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还有一个 就是这种酸鸡蛋 你看 看了它是挺好的 只是你仔细看了 它有很大的裂缝 这个鸡蛋 就是说 它食料 或者是吃了以后 缺钙 太缺钙 它的那个蛋 就是壳 特别薄 虎鸡蛋 虎鸡呢 也是不健常 不正常的 像这种的三鸡蛋 或这种 都是不要的 如果要的 就是说正常的 最活格的鸡蛋 那就是这几个 就非常足足 必须对肿蛋 进行消毒处理 消毒的目的是 杀死肿蛋表面附带的病原菌 这样才能保证 孵化出来的除山鸡 健康无病 高萌酸甲溶液消毒法 其操作的程序是 把高萌酸甲 按照0.05%的比例 放入清水中 将高萌酸甲和清水 搅拌均匀 再将挑选出来的肿蛋 放到高萌酸甲溶液里边 浸泡3至5分钟 然后捞出来 先放入清水中 洗干净肿蛋表面 附带的高萌酸甲溶液 再将肿蛋 放到脱蛋盘上 最后装入孵化器 进行孵化 土霉素溶液消毒法 是将勤用土霉素药品 按照说明书的要求 捣碎 捣得越细越好 然后放入清洁的温水中 搅拌均匀备用 药液准备好以后 再把已经入敷4至8小时的肿蛋 从孵化机里取出来 放入准备好的土霉素溶液中 进行浸泡 保持水温4度左右 浸泡15分钟 然后捞出来 先将肿蛋放到脱蛋盘上 再放入孵化机里 继续进行孵化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对防止山击的白利病 效果较好 脱蛋盘最好是采用市场上销售的 现成的脱蛋盘 脱蛋盘摆放完肿蛋后 就可以放进孵化机进行孵化了 从装机开始 要认真气质地做好记录 以便随时掌握孵化的情况 对孵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要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温度是保证孵化成功的重要因素 发育中的鸡胚胎 对温度敏感得很 孵化肿蛋需要相对比较高的温度 但是也最怕高温 如果在40度高温状态下 孵化三小时 就会出现烧胚胎现象 死胎增多 或者腹部成扇机 那么 怎样控制孵化肌内的温度呢 关于这一点 您不用愁 电热恒温强力通风孵化肌 已经给您设计好了 控温的电脑程序 您只要用手指头 轻轻地按一下机器上的按钮 就可以了 根据肿蛋数量的多少 人工孵化的方式 就分为变温孵化和恒温孵化两种方式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进行变温孵化呢 像现在 我们一次性地 成梯地 把同一个孵化机内 装满了肿蛋 这是一种常规的孵化方式 温度的变化是这样控制的 肿蛋入孵 一一聚两天 温度控制在 37.9摄氏度 孵化三至八天后 温度控制在 37.6摄氏度 孵化到 9至14天 温度控制在 37.5摄氏度 15至21天 温度控制在 37.4摄氏度 22至25天 温度控制在 37.3摄氏度 并温孵化有什么 讲究呢 因为肿蛋在入孵的 12至14天 就会长出绒毛 这时候肿蛋本身 也会产生热量 如果不注意 变化孵化机内的 温度 就会出现肿蛋 被烧死的现象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出现了死胎 并温孵化的好处是 可以用同一台设备 成批量的孵化山基 所谓恒温孵化 就是将孵化机内的温度 相对固定到 一个恒定的温度 自始至终不改变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进行恒温孵化呢 就是说 孵化的肿蛋 不是在同一天 同一个时间 送入同一台孵化机里 而是分多次 送入到同一台孵化机里的 这是因为 有时肿蛋的数量较少 又不能把肿蛋 放过有效的保存期 这就需要有多少 就先孵化多少 这样从孵化机浮出的 除山机 也不是同一天出壳 而是分几批 分几天出壳的 病毒孵化 怎样控制孵化机的温度呢 肿蛋入孵1至22天 将温度控制在 37.5摄氏度 孵化到22至25天时 将温度控制在 37.3摄氏度 不管是并温孵化 还是恒温孵化 都要严格控制孵化机内的温度 因为孵化机内温度较高 会加大肿蛋的水分蒸发和消耗 所以要注意机器内湿度的变化 孵化机内最合适的湿度 是在64%至76%之间 采取恒温孵化方式的 用65%至68%相对的恒定湿度即可 如果发现机器内的湿度不合适的话 可以向机器里边喷一些水 或者往机器内设定的水槽里 放点水即可 在氟化中 胚胎是通过吸入新鲜氧气 排出二氧化碳 来完成新陈代谢过程的 因此 用维持机内新鲜空气的循环 通风的方式呢 电热恒温强力通风孵化机 也已经为您设计好了 您只需要按一下电钮就可以了 另外还可以用开启孵化机的通风口 来进行空气调节 但是要注意 不能影响孵化机内的温度和湿度 翻弹是孵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每隔两至四小时 将孵化弹翻滚一次 翻弹的目的是为了让孵化弹 在机器内受热均匀 弹盘每次转动的角度为九十度 这项工作呢 也会由电热恒温强力通风孵化机为您代劳 你只要按机器上设定的电脑程序 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所谓量弹就是降低孵化机内肿弹的温度 量弹的时间都是在孵化十天后实施 具体操作方法是 每天中午打开孵化机的机门 量弹十五分钟 到十七天以后 量弹的时间增加到二十分钟 量弹时要时刻注意 机器内的温度不能低于三十四度 通过量弹可以有效地提高孵化率 但是要注意 量弹绝不能有一点点闪湿 否则的话 损失就无可挽回了 因此 风化人员一定要时刻观察温度计 湿度计 计时器上的刻度变化 并且做好记录 什么是照弹呢 就是用专用的照弹器射出的光线 对肿弹进行检查 第一次照弹是在入肤第七天进行 主要是检查出肿弹中没有血丝的无精弹 破损弹 剧烈纹弹和血坏弹 第二次照弹是在入肤的第二十二天进行 检查出死胎弹 通过照弹 把孵化肌内出了毛病的肿弹剪出来 只保留发育正常的肿弹 减少无效孵化 从生肌弹放进孵化肌 经过二十四天的孵化 除生肌就可以出壳 对于除壳的除生肌 要及时地剪出来 送进益厨室 对于除生肌怎样饲养管理呢 请您继续收看 山精养殖的下集 刚刚孵出来的除生肌 挺小 焦嫩 不会吃食 缺乏抵抗能力 因此 饲养除生肌 更要讲究科学的饲养 控制预除势力的温度 是饲养管理除生肌 非常重要的技术环节 温度控制得好 除生肌就会安全顺利地 很长大 怎样控制预除室的温度呢 一日零的除山肌 预除室温度为 三十六达五 至三十七摄氏度 二至三日零的除山肌 一除室的温度为 三十六摄氏度 四至七里零除山肌 预除室的温度为三十四摄氏度 从两周连起 预除室的温度 每周降三十十度 要及时观察 除山肌的分布状况 控制温度 如果除山肌分布均匀 精神愉快 这说明温度适宜 如果除山肌 聚集在一起 无精杂采 这说明温度低 要赶快升温 在农村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用火炉升温 火炉升火 最好是在 玉除室的外边 以防止烟钻进 玉除室里 在玉除室靠边处 每一道火墙 通过这道火墙 向玉除室里 散发热量 提高温度 由于玉除室的温度比较高 对水分的消耗比较大 要控制好 要控制好玉除室里的湿度 玉除室里的相对湿度 为65% 如果发现湿度不够 可以向地面 砸适量的水 湿度掌握得好 除室鸡不但羽毛蓬松 光滑 干净 好看 而且健康 不得必 除室鸡的密度 直接影响 除室鸡的生长发育 一般应掌握在 一周零的除山鸡 每平方米50只 二周零的除山鸡 每平方米40只 从三周零起 每平方米减少5只 到七周零时 每平方米养15只 太多了 山鸡就会拥挤 长不好 如果太少了 就会浪费养殖空间 由于映出室的温度 和湿度比较高 加上除山鸡 在呼吸时 产生一些二氧化碳 就容易造成 映出室内的空气浑浊 异味浓重 从而引起除山鸡 呼吸道和肺部疾病 因此要注意 开窗通风 通风时 不能影响 浴除室里的温度和湿度 一周零除山鸡 应当24小时有光照 因为刚出壳的除山鸡 视力不好 影响它的采食和活动 因此 浴除室里 要全心有光照 风照的目的 是为了让除山鸡 能够看见采食和饮水 两周零以后 逐渐减光 以使除山鸡 适应自然光 增强除山鸡的生活能力 生机出壳后 到24至36小时 给它第一次饮水 叫出饮 出饮的水 最好是 领用0.01%的比例 配成的高蒙酸钾溶液水 或者多维电解质溶液水 水的温度也应当 与室内的温度基本相同 出饮后 换成用0.01%比例 配成的 绿特林溶液水 援饮食天 这样能有效的预防 鸡白粒和球虫病 首次喂食 叫开食 开食的时间 在出饮后 一小时进行 开食时 喂专用的除山鸡饲料 要求除山鸡知道吃就行 不必要求它吃饱 因为除山鸡的素子容量极小 特别脆弱 而除山鸡又不知道困制吃食量 一旦吃得过饱 就会把素子撑坏 造成死亡 四位的次数 掌握在一周零除山鸡 每日喂九次 以后每日喂五次 喂的时间要固定 有规律性 不能随意改变 饮料时要勤勤少胃 逐日增加饲料量 并逐渐减少胃料次数 除山鸡对蛋白质的需求量较高 因此喂除山鸡的饲料 一定要用蛋白质含量较高的 金饲料 通常情况下 一至二周零的除山鸡 资料蛋白质的含量 要达到28% 对除山鸡进行疾病防疫 是饲养山鸡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防疫工作做得好 山鸡的一生 就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这是保障养殖山鸡成功的关键 怎么预防呢 应当从除山鸡20日连以后 就开始给它点鼻孔 一个鼻孔里 点一滴新层疫苗即可 我们把这一次免疫 叫做首免 另外 让山鸡饮用新层疫苗溶液水 也可以有效的预防积温病的发生 除山鸡的嘴长得非常快 为了避免山鸡之间的着斗 饲养管理人员要及时地用剪子 把山鸡的上片嘴剪短 这叫做初断会 初断会的时间是 山鸡长到14至16日零时进行 从山鸡出壳到18周龄 疫除阶段就算完成了 18周龄以后 就要适时把山鸡转移到 为它建造的棚架式机设里边 山鸡疫城是饲养商品山鸡的重要阶段 山鸡进入疫城期后 长得非常快 体重直线上升 12周龄的山鸡 体重已是出生时的45倍 公山鸡到16周龄时 一般能长到1314克 母山鸡能长到1031克 在这个阶段 为了做到科学四位 我们应该掌握三个方面的技术要求 18周龄以后 要换成成年山鸡专用料 成年山鸡的饲料蛋白质的含量 要达到17% 为专用料 是饲养成年山鸡 正常生长发育的可靠保障 因此 不能用杂料 勉强对付 另外 在饲料中 还可以添加10%至20%的青菜 要把青菜上附着的脏物洗干净 七岁 再用精料 搅拌均匀 或者直接投放到饲养场里 让山鸡自由采食 成年山鸡的饲养密度很重要 它直接关系到山鸡的体重发育 和羽毛完整漂亮 并且还关系到 能不能抑制疾病的流行等 怎样掌握饲养密度呢 一般是每平方米养四只为宜 过密 则山鸡容易直到一块 允许着斗 影响山鸡羽毛的生长 密度过期 则浪费养殖空间 造成损失 蜂群饲养 这是指按照公母 大小 强弱 进行蜂群 还可以按山鸡背部 羽毛生长情况 风群饲养 更好 要经常不断地 把病弱残伤的山鸡 敲出来 区别对待 这是提高山鸡 出蓝率的 有效措施之一 根据场地情况 一般六十至八十只 围乙群 如果场地大的话 还可以适当多一些 规模化四养山鸡 山鸡的密度比较大 特别是成年山鸡 很容易引发 误咬 啄斗 并逐渐形成啄体 一旦发生啄斗 山鸡之间互相残杀 轻者会把山鸡 灼伤 灼残 重者还会把山鸡灼死 因此 必须对成年山鸡 进行补断绘 补断绘的方法 跟初断绘一样 将成年山鸡 上片嘴的尖端部分 用剪子剪掉 然后用烙铁 将伤口探住 以不出血 烙家完好为宜 补断绘 补断绘时还要注意 剪得短了 起不到断绘的作用 剪得多了 影响山鸡赤料 所以一定要剪得恰到好处 断绘后 山鸡的嘴比原先短了 所以吃料就不很习惯 因此 为了让山鸡吃得好 吃得饱 要在饲料槽中 多放一些饲料 尽量放满一些 饮水中 也要放入多种维生素 延续用底线 养殖山鸡的目的是为了出售 赚钱 因此 为了提高利润 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养殖规模 和增加山鸡的数量 最好的办法是自烦自养 初完交受疫情 孵化补充一批 这个要求 养殖户必须流出一部分山鸡 作为种山鸡 专门产淡 以备孵化山鸡之用 管理饲养好产淡种山鸡 是解决后备肿源的重要环节 怎样释养管理好产淡种山鸡呢 单独喂养 适食祖群 是管理种山鸡的一个好办法 南方一般在农历一春田一周 把种山鸡分成群 北方呢 因为气候较冷 可以玩两至三周祖群 组群时 挑选二十二周龄的母山鸡 与两年生的公母山鸡 搭配到一块 公母的比例是一比四 当挑选那些体型漂亮 体格尽重的公母山鸡组群 减量做到优中选优群 从这母山鸡产淡高峰的出现 必须及时补充饲料中蛋白质的含量 和掌握氨基酸的平衡 这就要给产淡种山鸡 为专用饲料 专用饲料可以从市场上购买 也可以按照饲料配方进行自制 专用饲料蛋白质的含量 因为16% 产淡率达到30%以后 每增加10个百分点的产淡率 饲料中就相应增加蛋白质 0.3至0.5个百分点 另外还应该在产淡期 适当供给产淡种山鸡 10%至15%的青菜 山鸡有着淡的恶习 如果采收不及时 山鸡就会把山鸡蛋吃掉 另外 山鸡蛋的有效保质期比较短 采收不及时 也会出现山鸡蛋并质的情况 因此 在山鸡进入产淡期后 饲养管理人员 一定要及时把山鸡蛋采收保存好 产淡母山鸡需要安定 隐蔽的环境 切记各种因素的干扰 还要注意及时清除鸡舍内的粪便 还要经常洗涮饮水器 木料桶 要确定专人 确定专实 不能乱来 一般的说 山鸡的夺病率比普通家鸡低得多 疾病的种类也少得多 但是 由于环境污染和管理不善等原因 各别的山鸡也可能发生和感染一些疾病 现在我们就给饲养山鸡的朋友们 重点介绍一下 山鸡常见疾病的防治 新成义 就是人们常说的疾瘟病 这种病是由病毒引起的 一种急性传染病 山鸡如果患了新成义病